我們現在來試看看借用別人的也可以 開啟秀檔 好 找到這邊 這個是像SEVEN一樣的那一種 就是一個樓層的 好 你打開之後呢 它已經把你開在另外一個檔案 有沒有發現 他們的數還蠻多的 而且呢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這個 這個是綠地的部分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樓 還有屋頂 所以你點了屋頂之後 屋頂就跑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所謂樓層 樓層的部分 那你用別人的當然也是可以 就用這樣去改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本來在這邊的也沒關係 你看喔 你想要接續你原來的 我只要在旁邊繼續蓋就好了 那一般來講 我們要蓋房子會先從牆壁開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牆壁比較好處理 你看喔 我用牆壁 假設我在旁邊蓋一個 這樣 過來 小小的一間 在這邊 兜兜 好 這樣是四四方方的對不對 可是我問一下 你們家牆壁有沒有 一定都是四四方方的 有沒有有時候會有五型的 我家是雞型的 你家是雞型的 你家是雞型的 還好 有的人家裡面是 心型的 還有鴨型的可以嗎 雞型沒關係 來看一下 來這邊 如果說你的這個牆壁 你希望它有點弧度的話呢 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我偷偷按一個按鍵喔 我偷偷按一個按鍵 有沒有發現我的牆壁可以有弧形 有沒有 有沒有 牆壁可以有弧形的喔 欸 我偷偷按哪一個按鍵 你知道嗎 Ctrl 是的 Ctrl 按捏 點下去 本來我們是不是 兩個點就決定一條直線 可是我在按下這一個點 第二個點之前 我先按住Ctrl鍵 Ctrl我按著 我這時候呢 才把我的滑鼠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就可以調整角度了 這邊你就可以調整角度 等到你覺得 欸 我的角度到了 到了之後 再滑鼠點一下 它這個面就做好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萬一 我已經畫好了像這樣子 比如說這樣這樣 都都 我已經畫好了 可不可以再調 當然可以 你來點到它 點兩下 有沒有看到我們下面 有一個叫做幅度 所以 如果 你的角度 不正確 沒關係 就進來裡面調整 就好了 就可以做調整 這樣會不會的 好 那你看 我這個做好了 這個地方 好 進來對不對 地板怎麼辦 你看 你看喔 地板 哇 老師有沒有一開始就告訴各位 這個有小技巧 只是你們平常都不想看而已 實際上在這邊啊 你只要 咚咚 你們地板就做好了 我也可以顛倒過來喔 前有的地板之後 咚咚兩下 牆壁就做好了 你看 我把它顛倒過來 假設我把這個牆我先刪掉 好 我現在回到畫牆壁 咚咚 有沒有牆就做好了 這樣了解吧 所以其實它用比較快的方法 比較快的方法 那就看你 你想要用哪一個 這樣有了解 好 那 既然有一個樓層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門跟窗叫進來 你看這裡有一個門跟窗了 但是 剛剛很多同學 都想說我們傳統的 做 門跟窗 是不是要先預留那個空間 真的不用 最用3D好處就是這個齁 你只要把你要的窗戶 丟進來 欸 你看 有沒有 下面這邊就自動打動了 對不對 你不用特別留空間 門也是一樣喔 你看 我們找那個大門 欸 不過這樣一開門 就撞到石頭 好像不太好 所以 把它 拉旁邊一點 拉到另外一邊 好 在這裡 這邊呢 我找一個開門的 開門的 你會比較 OK 來這個 好 那各位呢 你看到這個門 應該就可以 比較熟悉一點 你看這個門 有沒有 這樣就打開了 可是門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 代表開門的方向 如果你今天想要往內開 你就按著它 往裡面擠一下 有沒有 這個就往內開 這樣有看到了齁 所以 這個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看你要往外開 還是要往內開 都很簡單 還蠻快的 還沒啊 還沒啊 我們不是55分嗎 45分 45喔 糟糕 好吧 好吧 那我就先講一下樓 怎麼蓋上去啦 怎麼蓋上去 好 假設你這樣 一樓蓋好了 我就來這邊 在空白的地方 在這個 空白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增加樓層 還有叫做相同高層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種叫樓中頭 或者像我們那個天花板啊 上面有那個層燈啊 就是有那個 就是那個叫頭 就是會在裝潢的時候 也會有 在旁邊那個法燈有沒有 那個我們就用下面這個 那我先用標準 這叫增加樓層 好 你看 當我按了一下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就有這個 那當然你要再繼續增加 它就再繼續按下去就可以 好就可以 所以可以像這樣子 那 現在呢 這裡有二樓之後 假設我的二樓 格局都跟那個一樣 我可以把它 複製起來 我就拿到上面貼上 你們到 其他樓層的時候 如果看到這樣灰灰的 表示不是這個樓層的 是其他樓層的 好所以我在這邊 Ctrl加V 你看 這裡有沒有兩樓了 對 對 對 這樣會掉下去 你要有聰明喔 所以怎麼辦 所以這個 這裡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板 往外延伸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什麼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平台 對啊 你可以這個拉出來 有沒有 從這邊滑過來 有沒有這樣拉出來 這樣就不會掉下去了吧 這樣還是會掉下去 所以要做欄杆 OK嗎 可以齁 所以大致上就像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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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有